你去讀中文系的话 你爸妈的脸就被你丢光了 你要是去读中文系的话 你爸妈脸就被你丢光了 你长大以后想要当什么 我当收银员 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啊 当收银员 要当会计师 懂吗 其实生小孩就像是投资一样 如果小孩输读得好 才是我们父母投资成功 是 没有没有 我没有特别花什么特别的方法 写啊 就是说好好用心 然后花一点时间 你做这些什么啊 要不是我这样盯 你以为你可以考第一名啊 你啊你不要太得意 小心你下次就掉下去 失误初心都不是借口 我只要求你一件事 就是顾好你的成绩 你这些计程车费 都是我省事件用啊 要要念书 不然就不笑啊 你在给我看这种书啊 没有 我没有人逼他大 不要当收银员 那个没出息 莫莉说她毕业以后 要去美国那个博士 你去读中文系的话 你爸妈的脸就被你丢光了 你不要以为不行我不会造你啊 好意思哭 不要哭啊 不要让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你对得起我们吗 你要是去读中文系的话 你爸妈的脸就被你丢光了 如果我没有生理的话 我现在找的是教授 如果我没有生理 我早就当教授啊 我说明heure happily 我现在想吃到小鸣了 我现在就会找到小鸣了 你还是去读中文系的 我还不得了